当创伤的记忆逐渐被时空推移 但中华电信持续在看不到的灾区角落 建置了一扇让孩子看见外界的视窗 尤其是利用课后时间学习的孩子 更是受惠良多 小林村的摊位最近也加入了市集的卖场来 为了协助政府进行莫拉克台风灾后产业重建 在企业家与专家的合作下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指导灾民学习有机耕作技术 现在不只把荒土变良田 而且整体营运已经步上轨道 我们很感谢中华电信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地瓜品质很好 可是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品质保证 因为不久前的滞销 有了中华电信全体员工的支持 获得了舒缓 而在这场宣导儿童安全购的活动中 新北市政府副市长侯友宜 特别颁赠感谢状 感谢中华电信 一起参与维护儿童安全的行列 开发有关事让朋友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工具 萌包朋友更体验了一次智慧型手机带路的游程 中华电信让人情与科技结合 提供最亲切的电信服务 这群住在金门在金门长大的孩子 出发前仔细听着老师指导骑乘单车的注意事项 苏华公路是台湾最容易受到台风天灾 影响一条道路 为了确保宜兰与花莲间居民和游客 在天灾来临时的通讯品质 苏华公路旁 中华电信东越机房 就是接收山上乌石笔基地讯号的所在地 彭家宇的白色灯塔是附近作业渔民的重要指标 中华电信人员为了维护彭家宇岛上的行动电信通畅无碍 中华电信工程人员还必须以步行 爬着一两百个阶梯来攻顶 因为岛上唯一的电信基地台 就在彭家宇这个山顶上 接受各界的肯定 不论是在全球 具客观公信力的咨询机构 认为台湾的企业永续报告的水準 实在领先群 这些工艺团体长期来扮演着守护台湾的角色 我的第一句话要向各位说的 各位辛苦了 中华电信本来就是在很宽的 因为第一个我们有网路 我们有两万五千个员工 我们是我敢讲 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守护者 除了我们本身的公司内部之外 我们希望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些作为 能够延伸到我们的供应商 我们中华电信的年轻的同仁人数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办理集团结婚 让家人跟公司的这个连结更加密切 我也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她其实她非常年轻 已经就到中华电信二十出头就已经在中华电信工作 然后现在我弟弟也是中华电信的员工 所以我们一家人都跟中华电信一辈子分开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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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电话快乐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